您各位好啊,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,东城区路米仓胡同,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老寺院,这就是始建于明代初年正统年间的报恩智化陈寺,您瞧这妙名啊,那可是大明正统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给亲自取的。 我呀,在这儿得多说一句啊,这个字念旗,我就不明白了,好几位呀,这北京本地的视频作者,怎么都管这字念旗呀,好好的明英宗,总让人家叫成朱祁镇,这不是胡天吗? 要是按着这么念呢,他一点也不显着俏皮,那简直就是个错别字了,既然这个庙啊,它是英宗赤建,那么这个庙它又是谁建的呢? 这座庙啊,它是一个太监的家庙,就是这明朝正统年司令间掌印太监王震,没错,就是那个拐带着明英宗啊,出兵攻打瓦剌军队,最后被蒙古人活捉做了人质的死太监王震,你看这死太监的家庙啊,那还是真颇具气势的。 智化寺啊,坐北朝南,是现存北京城内最大的明代建筑群,占地啊,就有两公顷之多,现在还保留着中路的五进院子。 东西跨院啊,已然被沾坐他硬,东跨院是小学,西跨院呢,是民居。 智化寺啊,整体的屋顶啊,都是高贵的黑色琉璃瓦,是仅次于黄绿琉璃瓦的第三规格。 寺院的山门啊,同瓦歇山,门额上啊,有赤剑智化寺的字样。 山门左右啊,各有石狮一对,虽然残破啊,但是明显看得出是明代的风格。 智化门的门口啊,有两桶石碑,其一呢,是死太监王震呢,感谢祖宗的记文。 其二啊,是死太监啊,甲马三刀的,为民起伏的记文。 这庙里的文物国宝啊,我得给您叨念叨念。 二道院里啊,有一座藏殿,里边的木雕转轮葬啊,是北京三座转轮葬里最老的一座。 其他的两座呢,分别在颐和园和雍和宫,都是清代的啊,唯独这座是明代的。 岁数上啊,它就占着仙呢。 这座殿语啊,叫藏殿,里边的转轮呢,叫转轮葬。 里边存放的经书啊,叫装葬,不知道啊,我这么读对不对? 还希望好朋友啊,在这个留言区啊,帮忙指正一下,我念的有没有错误。 这座转轮葬啊,是用来装葬大葬经的,如今呢,经书装葬啊,应该已经全没了。 藏殿内啊,精美的木雕早景和转轮葬,那是难得的艺术瑰宝啊。 来智华寺游览,您可千万别错过了。 这智华寺里啊,精美的明代彩素和壁画啊,都集中在智华殿和如来殿当中。 在智华殿的后殿啊,有一幅非常精美的壁画,地藏菩萨与明府十王。 壁画之精美啊,一看就是宫廷画师的杰作。 壁画通高三米,画作虽然啊,人物众多,但是啊,构图严谨,线条流畅,色彩绚丽,人物肌肤柔美,精神端庄,是超凡脱俗,清新明镜的佛教艺术家品。 在这智华殿的后边啊,就是中轴县城最大的建筑,殿内啊,供奉着如来本尊像,因此呢,这儿啊,叫做如来殿。 殿啊,为上下两层,四面墙壁啊,除了有窗户的地方啊,都装饰满了佛堪。 堪内呢,都有一尊呢,小七斤的佛造像,相传呢,有九强余尊,我是想数来着,大概齐啊,我也数不过来。 因此啊,这如来殿啊,它还有一个小名,叫万佛阁。 由于智华寺啊,特殊的历史背景,这里边佛像的彩素啊,艺术上啊,它表现的不光是宗教色彩,它还有啊,浓重的世俗气息。 您瞧这佛前的二侍者了吗?穿的那就一个漂亮。 我相信呢,当年明朝的达官显贵们,也是如此装扮自己的。 今天呢,咱们简单的看了看这智华寺里藏着的宝贝。 明儿啊,我再跟您说说,这明英宗,是为什么如此宠幸这个死太监王振? 我是走到哪儿啊,故事就给您讲到哪儿的昆仑流石。 喜欢我的频道呢,您就关注,点赞并转发。 您的支持啊,是我能持续讲故事的唯一动力。 谢谢您的观看,咱们下次见。 谢谢您的观看,咱们下次见。